你知道印度人有多好客吗? 为了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他们竟然奉上了用石头烤的神牛肉 来请朋友吃 正所谓 人在江湖走 搞不好就会威名远播了 加上现如今有着网络的神助攻 更是会加快这种传播的速度 比如我们的老熟人 作死小能手假巴尼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加上热情好客 使得他就成了这样一个名人 印度各地的很多人 都想前来拜访一下假巴尼 当然 要是按国内的说法 这些人算是水友或者粉丝 而假巴尼呢? 每次也是不让这些前来拜访的人失望 都会专程做一些 一般人吃不到的绝世真修来款待 比如今天 有人来拜访假巴尼 所以他又找来了印度人 一般不容易吃到的牛肉 虽然他没说 但看样子 他应该是搞来了一条牛 然后取了其中最好的排骨 牛排嘛 自然烧烤为最佳烹饪方式 但印度人往往喜欢在户外来烹饪 简单的烟熏火了之后 牛排就会被熏得黑不溜朽 假巴尼上次烤牛排 招待朋友 结果就是这样 这次呢 假巴尼想到了一个 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那就是铺上石头 利用石头来传递均衡的热量 所以他和兄弟俩 特意找来的这些石头 特意找来的这些石头 看着滋滋作响的烤牛排 不用问就知道 这牛肉一定又是来自于 街上的流浪牛 毕竟这些流浪牛 已经成了假巴尼 稳定的肉食来源 在印度 经常会看到牛在街上流荡 这些牛甚至会从垃圾箱里翻找东西 在印度的每个地方 几乎都很常见 即使政府之前 有过多次干预 但问题仍然存在 比如之前 新德里市政公司 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将记载牛主人信息的芯片 植入到牛的身体中 然后当局计划 使用该芯片来追踪那些 遗弃牛的牛主人 并在每次发现 他们的牛被遗弃时 对牛主人处以 25000卢比的罚款 但仍然无济于事 在印度 奶牛和流牛这些 往往被印度人当作神牛来对待 即使这些牛老了 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 你也不能杀了或者卖了 只能继续供养 可继续这样的供养下去 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 反倒是个赔本的买卖 所以很多印度养牛人 只得偷偷把这些不要的牛 给遗弃了 根据印度畜牧业和乳业联合部 于今年1月发布的 第22次牲畜普查 印度有超过1000万头流浪牛 不幸的是 这些被遗弃的牛 往往不会好自为之 而是到处惹是生非 比如堵塞交通什么的 还没人敢去驱赶 甚至在去年3月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印度北部北方帮的农民 墨汉辛格在回家的路上 就被一只流浪公牛袭击了 当他的家人和邻居找到他时 这位70岁的老人受了重伤 气喘吁吁 最后还是抢救无效而死了 所以说来 贾巴尼算是为民除害了 只是很多人心里这样想 嘴上却不敢说而已 什么样的 hat 不 说 说 说 似的 噢 说 臆 说 说 放入冰箱 我喜欢有些东西 我爱你 儿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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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印度近50度的高温下 让所有人都备受煎熬 而这其中 自然也包含了乡村土皇帝的哈利 身体本就很是肥硕的他 在此种火热的炙烤之下 更是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闷热 食欲开始大减 吃的少了 心情随之也变得不好了 所以这两天 哈利的脾气开始变得有些火爆了 仆人们做起事来 若是稍有差池 就会必然遭到哈利的一顿臭骂 于是呢 几个仆人经过一番商量之后 就觉得是时候做一顿 能够让哈利心情好起来的大餐 那么到底做什么呢 几人绞尽脑汁之后 最后想到了绿色大餐 为什么呢 因为绿色好心情嘛 因为绿色好心情嘛 做些菜 放芽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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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金黄色的印度香饭巴瑞阿尼 经过仆人们一番创意式的烹饪之后 变得绿意盎然 清爽宜人 今天自然不适合吃什么大鱼大肉了 所以仆人们为哈利准备了 他最爱吃的主鸡蛋 不过呢 哈利毕竟是食欲不振 所以仆人们只准备了30个鸡蛋 所以仆人们为哈利毕竟是食欲不振 只吃虎在爐上 大哥 只吃虎 豆叉的水 甚至这是我长达的 这是复杂的 正所谓冰火两重天的刺激才够近 除了特辣的青辣椒 仆人们还给哈利准备了清凉爽脆的黄瓜 一凉一热 哈利吃的那是好不过瘾 哈利 太棒了 哈利的大餐 即使是食欲不振的情况下 也不是只有主食就能打发得了的 甜食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今天呢 徒人给哈利准备了Kelo Jam 也叫玫瑰奶球 不名思义 就是一种有着玫瑰色泽的奶酪球 是由纯葬红花 全汁牛奶 以及少量粗面粉制成的 一般在捏成球形之后 还会浸泡在微甜的糖浆之中 和知名的网红食品甜汤圆 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算是贵族富人家庭中最珍贵的甜点 今天的绿色大餐 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哈利全程吃得都很开心 哈利全面的 哈利的 坐在自家的领地中 哈利把今天的饭食吃了个干干净净 很是满意的他 还给仆人们竖起来大拇指 你 imported什么 他在睡觉 你让他睡觉 都归晕 很睁